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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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上面 蛋壳基本上就是 把9成19毫米口径鲁根手扇蛋的蛋壳 缩成瓶颈后形成的 而全蛋长为29.7毫米 比标准的9成19毫米口径蛋的群长相近 区别比较大的是蛋头 特别这一弹的蛋头很轻 全蛋的重量 9.4.5克 比标准的9毫米口径的派拉贝卢姆蛋要轻得多 虽然轻卡多 集中200毫米长的 冲锋将餐馆发作出去之后 出速度可以高达230米每秒 而蛋头比较细长 所以细长的蛋头 空气阻力比较低 在配合上 非常高的出速度 能够保证较高的到达速度 蛋头材料还是乌合金蛋头 所以其尖测能力相当的高了 而为了对付无防护的目标 还设置有一种6.5x25毫米CBZ-ST蛋 其中的ST是勺形蛋尖的意思 这种蛋头的形状是勺形的 在进入人体后 很容易翻滚 跟空间蛋类似 能够造成较大的永久空枪伤害 加大对目标的杀伤效果 目前CBCMS PDW冲锋枪在欧美秀场没有获得订单 还处于发展阶段 未来这款冲锋间的发展之路会是如何的呢 只能让时间来证明了 好了 本期的游戏档堂到此结束 更多的观众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 武器档堂获取 我们下期见